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我们的小公众学 大家知道我们公司之前有一台摩卡DHT PHEV 就是那个老款的 我们公司摄像同事都特别愿意开那台车 那一是因为那车确实开着舒服 那二就是那台车开着确实很省油 虽然说我们平常工作车报销 但是毕竟得自己先垫钱嘛 那如今呢随着各家品牌越来越卷 那摩卡其实刚推出没多长时间 然后又完成了一次大改款 现在就要全新摩卡 首先这个前脸大家觉得好看吗 屏幕上咱先给打个分 其实现在的设计语言是从蓝山上面往下放的 那蓝山我觉得确实变得整体很协调 然后这个语言呢放在摩卡上面 也比之前那个咧着大嘴的外观 我觉得要中看了不少 那个咧着大嘴的风格 我觉得确实能做到让人注目不忘 但是很难让所有人都接受 而现在这个风格就很像新能源车型的嘛 对吧 一个分体式的大灯 上面是新环的LED之间行车灯 然后底下是它的主光源 那跟蓝山不一样的是 蓝山底下几乎都做成了一个全封闭的样式 然后摩卡还是保留了一个渐变式的进气格山 毕竟这里面是它的主要的散热的地方 那前脸我觉得确实比之前更好看了 但是侧面相比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整个轮廓跟之前还是一样的 那车身尺寸轴距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但是车身长度有一个小幅度的增加 车尾呢也换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但是因为摩卡的造型是偏溜背 这个尾灯显得比较高也比较突出 我觉得尾部并没有车头看着这么简约好看 那轮子呢还是直接给到了20英寸的轮圈 配了一个马牌的Eco Contact 6的轮胎 内饰座舱的整体造型相比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更像一台正儿八经的新能源车了 比如说你上车踩刹车挂怀挡就可以走 没有起动按键了也改成了怀挡 那现在很多长城旗下的新车都这么盖了 比如说阑珊还有骁龙都是怀挡 加上没有起动按键 那中控屏幕还是14.6英寸 但是它现在升级了最新的CafeOS座舱 这套系统我个人感觉跟阑珊也是一样的 但是没有最终的数据 咱先不给一个定顿 特点就是首先它的功能特别多 我们常用的比如说Bilibili或者是腾讯 各种各样的你愿意看的一些APP 都可以支持拓展 同时高德地图跟你手机的账号是可以完全绑定的 你去微信去推送一个地点 推送一个路线都很方便 下面是一个9寸的触控屏 这个触控屏说真的 你开车的时候盲操作是非常不方便的 阑珊都是实体按键 还是希望它能够改回实体按键的 但是好处就是 9寸的触控屏的角度相比之前有所变化 我们公司之前那台摩卡DHD PHEV就是总反光总反光 然后现在把角度改变以后 这个反光就会好很多 再往后是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板 这个也是新增加的 那其他的变化就没有太大的了 那摩卡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用了一个很窄的一个仪表盘 这个仪表盘只有9.2英寸 但是呢 它上面这个HUD特别大 而且字体很粗 然后还有一个雪地的效果 反正平常开这台车 看这个HUD是很舒服的 那硬件方面 它有5个毫米波雷达 一个主视觉传感器 同时车身上还有一圈环视摄像头 能实现一个高速的 NOH的一个主动领航辅助的功能 那未来据说在顶配的摩卡车型上 也可以去选装两个激光雷达 然后那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城市的NOH功能了 城市NOH 未来还是很期待去试驾一下的 然后第二排以及前排的空间和座椅 相比之前的摩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了 哈佛啊 魏啊 包括坦克品牌这些车型 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 坐地都特别特别软 坐得特别舒服 那摩卡作为一个车长不到4米9的一个中型五座SOV 第二排的舒适度 以及前排的输出度 还有后备箱我觉得都是不错的 而这次主要就是它车机辅助驾驶 以及整个外观的变化 动力方面跟之前几乎一样 还是那套两档的DHT的混动系统 然后电池呢 现在是分34度和39度 记住啊 四驱版车型是有34度和39度的 然后两驱版车型都是34度 WRTC工况的纯电续航有两种 一个是175公里 一个是204公里 那204公里呢 都是两驱版车型 那动力方面 现在也是分为前驱和四驱两款 那前驱车型的百公里加速是7秒5 最快 那四驱版车型跟之前一样 最快加速是4秒8的水平 那为什么这台车 它并没有上长城最新的 SI4的那套四驱混动系统啊 因为那套四驱混动系统 主要的竞品是SOM PLUS DMI这个级别 因为SI4它是取消了 前桥一个电机的情况下 增加后桥的电机 总的电机数是不变的 来保证我一两驱的价格 来买到四驱系统 而放在摩卡还有蓝山 这些大的车型上 它们对于车的驱动功力要求的更高 那它的发电机的功率也需要更高 所以摩卡跟蓝山上并没有采用SI4 还是原来那套两档的DHT系统 至于价格方面 比它再大的蓝山 那是一个五米多长 中大型的SOV 定价应该是30万左右 那小一号的摩卡很可能 处在一个25万的价位 那原来的摩卡DHT PHEV 对吧 卖到了30万的价格 那确实比较高 那现在放到25万的区间 配合它这套比较高效的两档DHT的混动系统 以及它升级了的辅助驾驶和车机系统 整个产品力还是可观的 喜欢记得分享哦 对吧 对吧 中文字幕——YK